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今晚有消息證實 說台灣方面 真的對香港特區政府採取了反制措施 有兩名特區政府駐台灣的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工作人員 由於簽證問題 目前已經離開台灣 返回香港工作 實情這件事的前因是什麼呢? 就是在較早前 特區政府要求台灣陸委會駐香港辦事處 又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代理處長高明川 要簽署一份一個中國保證書 這份由於得不到台灣當局方面的准許簽署 故此高明川拒簽 然後特區政府沒有延長高明川的工作簽證 故此他目前已經返回了台灣 此外還有兩名組長和一名秘書 先後因為簽證到期 以及他簽所謂的一個中國保證書 而返回了台灣 實情這次事件等同於香港和台灣 都在驅逐對方的代表出境 沒有分別 到底此作用者是誰呢? 似乎是特區政府 數回兩年前 即是2018年7月 台灣當局原本打算派駐一名新任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來香港扶任 但是由於遲遲未能獲得特區政府批級簽證 故此這個扶任安排已經就此作罷了 而且職位還破紀錄 完空了兩年 目前這個駐港辦事處 只剩下11人 而五名組長更是走剩一人 另外 台灣文化部駐港代表 亦因為未獲得特區政府批級簽證 而放棄來香港赴任 還有就是 台灣很多駐港機構秘書 他們的簽證 亦不獲特區政府批級和回覆 經歷過這一連串事件 其實都很難怪 台灣方面是會對特區政府採取反制措施 而且 人家已經算是忍了很久了 對不對? 自從兩年前開始 特區政府已經就住台灣駐港的人員 簽證問題是有所阻撓的了 終於到今天 人家才忍無可忍 已經算是容忍程度比較高了 而且要求人家簽的什麼一個中國保證書 一個中國當然是沒問題 而且一個中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究竟那些台灣駐港機構的人員是怎麼想的呢? 就另作別論了 就算人家真的同意一個中國原則也好 是否代表就一定要簽署這個所謂的一個中國保證書呢? 對不對? 因為當初台灣和香港合作的時候 在當時的共識之上 是沒有這些所謂的保證書的 貿貿然叫你簽署這些東西 其實就等同於破壞了共識 是在當年的共識之上 僭建了一些文件出來的 換回頭 如果台灣當局要求香港特區政府派駐到台灣的香港經濟文化貿易辦事處的職員 簽署一些不知道什麼什麼的文件 同樣地 他們也未必會簽署 他們一定是要向你特區政府回報 究竟要簽什麼文件 他們才敢簽署 若然你特區政府說不能簽署 他們也不會簽署 故此在原有的合作基礎之上 無論雙方是哪一方都好 無厘頭去放一些自己的私貨 對方肯定都不會接受 除非重新再談過合作條件 所以去到最後 可能不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當現任的香港駐台灣辦事處人員 以及現任的台灣駐香港辦事處人員 當他們的工作簽證戒滿以後 都未必會獲得延期 到其時等同於雙方 互相陰乾對方的辦事處 到最後 只會變成一個什麼情況 就是斷絕往來 根本上你都不能夠找到一些合適的人選 派駐到當地 去繼續運作辦事處 等同於荒廢了沒有分別 很有可能出現這個情況 好了 接著再談談關於港區國安法的議題 今天金融時報報道 說韓國最大科網企業Naver 他們決定 將公司位於香港的數據中心 遷移到新加坡 而且在今個月初 已經刪除所有在香港的 伺服器的數據資料 Laver到底是一個什麼來頭的公司 實情在韓國方面 是舉足輕重的 是Google在韓國的主要競爭對手 這一家就是韓資企業 韓國方面 別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 而且別人不只懂得嘴巴裡 喊愛國口說的口頭派 而是行動派會付諸實行 故此 因為韓國一流也有一個傳統 就是要撐回韓國的本地疆 就算人家用即時通訊軟件 比如說Nine Nine 就是Laver下旗下的一個即時通訊軟件 還有另一個就叫做CacaoTalk 這兩個都沒有中文譯名 別人就是專門用自家製作的軟件 而且人家這個選擇是基於自由意志底下而作出的 而不是韓國政府說要加一道所謂的防火長城 局限所有韓國人在這個牆裡面 然後堆幾個被他逼選擇 不是這樣的情況 故此 鄰近地區那些根本上就沒得比較 韓國人那種愛國情緒肯定是非常堅實 是經得起考驗的 其他地方那些我就不知道了 好了 那這家Laver呢 他們怎樣說呢 就跟金融時報說 他們撤出香港轉移去到新加坡這個決定 就考慮了很多的因素 就包括了港區國安法這個因素在內 金融時報的分析就說 這一次只不過是大型的外國科技企業 撤出香港的第一步 我也相信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那些企業 其實他們只不過在觀望當中 因為目前你們所說 似乎都沒有什麼動靜 大家在這裡你眼望我眼 在這裡等著先 到時有什麼意欲 就索性問人 雖然這些科網企業 在香港的產值都很大 但是他們就不是擁有什麼大型廠房 實際人家要撤出香港 拍一下屁股就可以一走了之 最多將香港的寫字樓關閉了它 最多將租來擺伺服器的地方又關閉了它 而且將伺服器裡面的資料刪除它 人家說走就可以隨時送人去別的地方了 不要說那些科網公司 就是說說早幾天 紐約時報已經決定了 要將香港辦公室裡頭的電子新聞業務 遷去韓國首爾 紐約時報就說 本來他們是以香港作為亞洲新聞中心 但是自從港區國安法通過以後 香港的前景帶來了不確定性 故此決定要將電子新聞業務遷去首爾 實際人家真的覺得港區國安法比金正恩更猛 因為首爾距離開城只不過是60公里 若然朝鮮方面有什麼動靜的時候 首爾就非常危險了 但是人家仍然冒著安全風險 都要從香港將業務遷去首爾的時候 你說是不是他覺得港區國安法比金正恩更值得他們擔憂 第二點 為什麼他們會決定選去首爾 而不去其他鄰近的地方 比如說新加坡 肯定就是看準了韓國的新聞自由的優勢 實際韓國政府 在亞洲這麼多政府當中 都算是數一數二具有極高透明度 你只是看他在處理武肺疫情初期的時候 他如何將所有的資訊來公開透明化 什麼都告訴你 而且大規模地做檢測 不會將所有的東西收起來 你就知道這個政府其實也是非常尊重新聞自由的 而且過去這麼多屆的總統的醜聞 因為當地媒體是爆料出來的 所以 《紐約時報》決定先去首爾 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後 根據彭博的報導所說 有些香港的科技企業 他們面臨著一個所謂兩難的局面 就是當他們要遵守香港法律的時候 有可能會違反其他國家的法規 而且他們還擔心 有一天當他們告訴別人 自己是一家香港企業的時候 人家就會不相信他們 實情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會被大陸的白手套公司 玩殘了 因為有很多根本上是大陸企業 只不過在香港開一間公司 然後就說他們是一家香港企業 根本上資金來源 或者是老闆 或者是職員 全部都是大陸人 別說科技公司 實情媒體方面有很多 明明是大陸媒體 但是在香港開了一些所謂的總部 這些老闆對外說自己是香港媒體也有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